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叔 伯伯 阿姨 姐姐 婶婶 还有哥哥 弟弟 还有老师 兄弟 大家谢谢你们 开场 谢谢 连续几天 站在入口谢票感谢民众支持 能够一举拿到8000多票 正名四年的服务受到选民肯定 多多大家照顾 多多大家照顾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 相亲各位好友 谢谢大家 对四域的肯定 以及支持 四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也没有想到说 这次的话 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标数 那在此呢 真的非常感谢 再感谢 那四域呢 一定会更加的努力 全力以赴 用心服务 那让呢 我们的各位民众呢 大家能够有感到四域的 更热情的一个服务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是最终老的 服务处助理电脑中 排满整天的行程 就连服选团队执行长许国仁 都很佩服韩世玉的铁人精神 我是从韩良企议员 一直到韩世玉议员 我都在服务处帮忙 那给我的印象是说 台语说 这些人要来 要做餐饭 不用怕没有餐饭 他们父子就是 日日月月的 就是一直做 就只有一个字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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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常常服务的对象 我们服务了半天 才知道他是安乐区的 他是仁爱区的 他是重政区过来的 但是我们依然是勇往直前 因为我们知道 金融市的市议员 是属于金融市的 我们不会因为选区 也不会因为选举 所以我们的服务处 服务案件特别多 但是也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们不怕累 因为我们看到两位议员 前后任的议员 都是身先世主 他们一直在噴波 一直在噴波 一直在累 看到他们穿破了好多双鞋 是不是觉得 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民众 我们民意 我觉得民意才是 我们常讲的王道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说有党义 或者是呢 有任何的 其他的所谓的 政党政治的这样一个想法 那我觉得说呢 始终 还是站在民众的立场 来去监督我们市政 那才是我们民众之福 那常常呢 大家会讲 尤其我们的18期 我们的市场公司 我们好好做人家 所以呢 我们好好做事情 那为大家呢 努力做好每一切 韩世玉拿下全市第一高票 8067票 虽然没有超越已故议员 杨时辰 8300多票的成绩 但两个人服务精神 在地方获得肯定 韩世玉谦虚的说 会继续做好基层服务 不负选民所托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导 再等你来看 基隆八斗子公共篮球场 整修后使用率高 但最近无预警的封闭 原来是有民众骑机车进入 区公所贴上不能使用封条 封闭三天 不少民众及家长就反映 怎么能因手术人不守法 却惩罚多数民众呢 认为做法不妥 对此区公所做出回应 小朋友聚集在篮球场外 看到篮球场大门伸索 还贴着一张公告 写着有人违规骑车进入球场 因此要封闭三天 不过这样无预警的封闭 让民众很不解 因为我是觉得公共场所 是可以大家用 但是这样子突然锁起来 即使小朋友在这里 就缺少一个空间可以使用 是还蛮可惜的 这里是八斗子篮球场 29日被民众发现突然上锁 气得在网路上po文抱怨 认为其他人违规 却影响到李明权益 像是变相惩罚李明 那当然是很傻眼啊 因为昨天关闭之后 就有天气刚好比较好 就有小朋友反映说 为什么不能使用篮球场 那既然这是公共空间 当然大家都必须要来维护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举证说 今天进去这里的是李明 那也许是外面的游客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做法 等于是变相在城乡李明 就像说我们如果说在 花园里面有人抽烟 那是不是整个花园要封闭 禁止大家进入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 可能还是要 可能还是要做一点调整啦 那如果说有人一直违法 然后一直在里面骑摩托车 骑脚车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附近的里面 都完全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 篮球场 那这样太不合理了吧 不然这样子 争取这个篮球场建设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毕竟不是我们违法 是其他人 我觉得可以在那边 加装那个监视器 这样也找到那个範园 然后就可以做那种 就是挡住机车进去的 就是这样对大家比较公平 对啊 因为有人叫我要强硬起来 那问题是 当然是有些人他希望不要关起来 有些人是希望说 要强硬之后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球场维护得很好 因为花了这么多的工厂 在做球场做起来 你如果不 这张车子都进去 你不处理的话 市议员蓝敏黄收到了民众诚情 联系区公所 研议改善方案 我想根据我充分了解之后 我想区公所 它的利益是良善 一方面要保护 运动休闲民众的安全 一方面也要保护球场的完整性 它避免被破坏 毕竟我们花了八百万的经费 去把它盖起来的 那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守法 那既然这样的管理规定 有点争议的话 没关系 我刚刚已经跟区长有做过沟通了 未来我们可能就会采用车主的方式 来改善这个方法 只要做好车主之后 未来就可以百分之百的避免车辆进入 同时也不会影响民众出入的安全 大部分都有遵守 那只是说有大部分不遵守 那我的原因就是说 你在里面打球的人 你也要负起维护的责任 有人要进去你要跟他劝打 对 因为球场是大家的嘛 那好不容易已经做得那么好 之前还有人春节的时候都进去放鞭炮 那个地面都会坏掉 那我现在我在担心的就是说 今年的春节 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管理 人家又讲话 你一放松地面坏掉 人家又来报应出来 里长那个地面又坏掉了 里长无奈的说 篮球场好不容易整修好 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 就怕花了大笔经费 设置篮球场遭到破坏 去光所才会关闭球场 强调未来会新增车档 阻止机车进入 避免牺牲民众权益事件在发生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今年来基隆海洋广场 在12月都有巨型的圣诞树 陪伴着大家 今年也一样 12月3号将进行破纪录 19公尺高的圣诞树点灯活动 同时还有多项精彩的演出 要带给民众满满的祝福 一曲震撼的赛马 带给人满满的勇气与力量 还有扣人心弦的上海滩 勾勒出生命灵魂 多次参与大型活动演出的 基隆城市爱乐 在12月3号海洋广场 将带来多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在点灯中 要带给大家满满的感动 我们是基隆城市爱乐 那这里后面是我们 基隆城市爱乐的团链地址 基隆城市爱乐成立五年多 团员来自于基隆市民 各个不同年龄阶层 社会阶层的人士 那各位如果对于 工学乐器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基隆城市爱乐的粉丝团 来与我们联系 最主要12月3号的晚间 我们在海洋广场 有圣诞点灯的活动 而且今年的圣诞树 是特别巨型的呃呃呈现方式 希望各位市民朋友 在12月3号晚间来海洋广场 聆听我们基隆城市爱乐的演出 当然各位朋友 如果对于呃拉琴有兴趣 又觉得自己孤单的话 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演出 我们平日呢 也参与了很多基隆当地 或是外地的公益性质演出 节目都很精彩 欢迎各位一起来加入 今年基隆市文化局与众教会 及财团法人基隆基督教青年会合作 12月3号将在海洋广场 点亮高达18米的圣诞树 外加一米的璀璨伯利恒之心 揭开缤纷圣诞光耀基隆圣诞月的序幕 欢迎市民好朋友 一起来参与点灯 照亮失忍的12月 一起来感受满满平安祝福的爱与温暖 记者崔小军采访报道 受到疫情及通膨双重影响 负责照顾植物人的创世基金会 募款及营运更加艰辛 张龙发此审基金会伸出援手 任购由创世推出的爱心饰品兔宝 再与基隆长龙桂冠 攜手进行易卖 易卖所得将全数再捐给基隆创世 让爱与祝福无限延续 在华山基金会志工协助下 92岁的李老奶奶把尤彩玲在兔宝全身 直说很好玩 你看这有漂亮吗 这家桶好漂亮吗 哇 在厚的啊 厚的啦 那有好复 这个造型可爱又淘喜的瓷器兔宝 是由创世基金会推出的爱心商品 由于疫情及通膨双重影响下 专责植物人照顾的创世基金会 营运非常辛苦 张龙发慈善基金会因此伸出援手 任购兔宝 帮助植物人家庭减轻负担 在与基隆长龙桂冠合作 举办兔宝再义卖活动 希望号召社会大众 与企业团体 把可爱的兔宝带回家 让爱与祝福无限延续 我们张龙发慈善基金会觉得 可以跟创世还有华山基金会 一起来办一个兔宝送卵的活动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觉得创世基金会 藏起来就帮助这些植物人 那华山基金会就照顾一些老人 那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张龙桂冠的力量 把这个爱心传播到社会上面去 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社会上更多有爱心的人 一起来做相关的爱心活动 这个供应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是身为一个基隆在地的一个饭店 那我也希望由我来引起 基隆在地的这些百姓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供应 创世方面表示 照顾植物人一餐就需要50元 因此对于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与基隆长龙桂冠及时援助非常感激 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其实对我们创世基金会 全台的创世基金会 其实影响都非常的大 那植物人安养经费 不管是饮食或是卫生用品的部分 其实都是影响非常的大 责款也都有减少这样子 那明天又刚好是我们的 19周年 满19周年 要迈向第20年的怨庆 那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就感谢他们就是 13万 我们可以 我们就是 我们的餐食是 一餐是50元 那一天是六餐是300元 所以他可以提供我们 2600份的餐食 所以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非常大 这就是我们学生送餐最好的生日礼物 可爱又讨喜的兔宝限量100份 每组饰品还附有祈愿卡 让民众书写后 吊挂在饭店大厅的圣诞树上 一脉所得将在12月23号全数转正给创世基隆分院 协助创世照顾植物人 故宝传爱 携手送晚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道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对 哇 哇 哇 没wifi 这里是 哇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圣网无私角 wifi披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圣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只有一起终于上了 不希望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口数每13人就有一位失智 80岁以上大约每5人就有一位失智 因此卫生福利部基督医院提醒民众 预防失智三件重要的事就是要多运动 多社交及多动脑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口每13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80岁以上大约每5个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卫生福利部基督医院新任院长林三琦 在医疗记者会上表示 预估再过几年台湾将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失智和长造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大概在65岁以上13位就有一位 80岁以上5位就有一位 这比例算很高了 那台湾预计在2025 就會步入超高龄化社会 是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那这个未来的我们失智的人口可能会有 面对这样的人口的一个党化 我想该提到了几个重点吧 预防生育治疗 卫生福利部基督医院神经科医师彭施伟指出 阿兹海默症也是失智症的一种 而失智症发生的原因很多 如何判断是失智还是健忘 原则上在于如果旁人提醒一下 还能够想起来忘记的地点或事情 就是健忘 如果完全记不起来可能就是失智 这两个差别就在于 健忘症的人他努力的回想一下 或者是你稍微提醒他 他马上就可以找得到 可以找得出来 但失智症的病人 他的那个存疾的地方已经坏掉了 所以你不管再怎么提示他都没有用 他不会因为你提示他而想起来 因此卫生福利部基督医院提醒民众 预防失智三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多运动 多多社会交际以及多动动脑 目前认为其实在运动方面确实是有效的 多运动确实是一个保护失智症的好的因子 那在运动当中最有效的是有氧运动 那我觉得 例如是什么样的 例如说像快走啊 骑脚踏车啊 慢跑啊 游泳这一类的 是最好的 但我在诊间通常都会鼓励病人 其实你在家里做做伸展啊 出去外面散散步 其实都是 都是对你会有帮助的 大概 会建议多少岁以上 或者说其实平常就维持 大概一天要多少运动时间 会比较好的 其实这个都是 如果你在中年或者是现在 还是慢慢累积 你的身体就会筋得比较好啦 那当然目前的建议就是 一周三次嘛 然后每次只要二十分钟 但我想一般人都没有办到的吧 我想三件事 我们会跟别人说 第一个就是彭医师说的 运动最重要 第二件事情是 人际关系要复杂一点 就亲友邻居多来往 这个人际的互动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就是多动脑 也就是彭医师说的终身学习 那看电视是最没有用的 看电视血流会下降 然后血流会下降 对大脑最不好 那就是希望认知功能多 之前打宝可梦也有人推荐 那总之就是主动去做一些 学习是最好的 所以三件事就是彭医师就有提到 这三件事我觉得非常重要 彭施维医生进一步指出 一般统计 从罹患失智到过世 大约八到十年左右的时间 因此民众如果从生活习惯 和社交活动着手 例如参加社团 当志工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和愉快的心情 以及健康饮食等等 就可以大大降低罹患失智症的机会 打造幸福的老年生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基隆市东方国校成功向教育部 争取THSD方案 让全校孩子冷守一台专属平板 在亲师生签署仪式上 每位孩子正是在专属的载具上 签上自己的姓名 并参与公开演示 翻开自我专属学习载具 孩子们分享阅读心得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简报 我用的软体是 iPad的里面内建的 Keynote 这个软体 然后我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去 因为这个其实是我的 电脑的报告 然后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去做我自己的简报 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AirDrop 我们可以用AirDrop去传 图片或者是影片交给老师 或者是和同学互传 互相分享自己看到的议题 或者是题目 在使用平板 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也可以让老师在上课 在课堂中 用平板同步教学 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 孩子们也展现自学成果 边学边玩真的很有趣 我会用学习Bug Keymo 然后还有银材王跟堂布一起 东方国校是基隆士第一所 争取到教育部数位学习 THSD方案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计划 可以从设备来协助孩子 在数位学习这块路上 可以更顺遂 当然我们也希望协助老师 老师在班级推动教学的时候 不会只有福音少部分的孩子 是全部的孩子一起来 全校的孩子一起来 我们期待带着孩子 走向数位未来 愿意分手 初位学习状态 孩子们大声念出 再具使用宣言 现场贵宾给予满满祝福 教育处副处长陈淑珍 国内台北教育大学 教务长刘远珍 其多校的校长 家长会会长 还有市议员何淑萍 陈宜都给孩子们最大的鼓励 淑宾可能就是 非常地致力教育 从争取跟第一份开始 希望我们小朋友 有国际关 慢慢有冷气 然后现在也慢慢有平安 但其实对我们学习 正继续度的学习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其他孩子在跨域整合 沉浸式学习 及科技自学历等数位学习 都能收获满满 培养厚实的知识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在电影来看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每年都会举办名人爱献馆 义卖活动 今年多位艺人朋友共襄盛举 捐出了二手包包 将在12月1号到8号 在雅虎拍卖 举行公益竞标 活动也特别邀请到彩砖教父 Kevin老师担任宣传大使 举办同心宝贝时尚体验秀 为公益拍卖暖身宣传 也呼吁社会大众 一起来关怀 心智障碍的青年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为了宣传今年的 名人爱献馆二手包义卖活动 特别邀请彩庄教父Kevin老师 担任活动宣传大使 指导心智障碍青年们 进行童心宝贝时尚体验秀 展现出最自信的一面 也透过走秀展示 多位艺人所捐出的二手包 呼吁社会大众 能一起来响应 二手包义卖活动 第一位我们看到的是小艺 他手上拿的这个包包呢 就是Kevin我捐出来的 这个是来自保隆 Xaga巴黎世家 我觉得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都会非常喜欢的一款包 这个现在在柜上 你应该也是找不到了 这个大小呢 非常适合这种两天一夜 现在大包又再次流行回来 程佑今天背了一个后背包 非常好看的这个 HIGH SEBRA的这个后背包 尼龙的柴橘 你看前方有一些 非常特别的这种部落的花纹 很可爱很实用的包包 而且这个大小我觉得 所有的人都可以背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看帅哥陈佑背起来也很好看 谢谢陈佑 第三位是月娥 月娥手上拿的这个包包 非常非常可爱 这款包包呢 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小燕姐捐出来的 非常可爱 色彩拼接 非常感谢刚才第一社服的俊男美女们 为我们示范的走秀 不要忘了从12月1号开始 大家一定要锁定第一社服的 不管是官网或者是脸书 这一次的名人爱线管 会透过雅虎的这个拍卖的平台 来做竞标 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是用竞标的模式 所以呢你一定要每一天上去 关注你的价钱 你喜欢的那个包包 有没有被追嫁过去 比如说如果你想要 蔡依林的这一个 宝格丽的包包 或者是你看好可爱的 Miu Miu包 Dior的包包 或者是 你喜欢我捐出来的这个 Balo Xaga的 两天一夜的大包包 所以记得 赶快锁定第一社服 不管是官网或者是脸书的粉丝团 来了解一下 名人爱线管这一次的爱心意脈 第一社服成立43年 是一个专注于服务心智障碍的组织 目前附设12个发展中心 同时也服务双倍社区里的 身心障碍者及其家庭 每年服务超过上万名 不同年龄层的身心障碍者 名人爱线管的义卖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12届了 感谢许多演艺圈的朋友们 捐出他们全新 或者是有纪念价值的二手包包 让喜爱他们的粉丝 还有大众竞标 这个义卖的金额呢 将会全数帮助我们心智障碍朋友的 照顾服务 今年我们强调寻宝羡爱 包您幸福 就是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响应物品环保再利用的精神 还可以将这个物品的价值极大化 化成爱心来支持同心宝贝和他们的家庭 这次的活动非常感谢天后财依林 Kevin老师 小燕姐 莎莎 中文化等15位知名艺人共襄盛举 总共有21个包包等大家来竞标 活动会在12月1号的中午12点 在雅虎拍卖的平台上 第一基金会的卖场开放竞标 到12月8号的中午12点为止 最高价者得标 我们会在结标付款后的一个月内 寄出包包和收据 详细的活动资讯也可以到第一社福官网的最新消息中了解 欢迎大家踊跃支持第一名人爱信馆的活动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指出 今年活动相当感谢众多艺人的爱心相挺 竞标意卖活动将从12月1号到12月8号举行 欢迎社会大众踊跃响应名人爱信馆公益拍卖 一起来关注心智障碍者老化的议题 也帮助他们快乐学习与成长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终于可以接任务了 终于可以接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佳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佳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只有一集终于上了 不希望 沒有WiFi 我的老婆 沒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佳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佳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至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佳集团关心您 回家里再接下来 重迟 俩智步 式